欢迎来到关键看点 节目开始之前 麻烦大家点击订阅和小铃铛按钮 这样就不会错过每期节目了 谢谢大家 本期看点台积电坐镇 联手科技巨头组建小芯片联盟 颠覆传统芯片标准 后摩尔定律时代开启 台积电再次伟大 代工全球首款3D封装处理器 集成600亿晶体管 性能提升惊人 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3月3日 台积电 英特尔 三星联手谷歌 微软 麦塔 ARM AMD 高通等商业巨头 推出了小芯片互联 这是一套新的通用芯片互联标准 与此前各大厂家 对于SOC的小修小补不同 这一次这些厂家要做的事情 是要彻底推翻全球范围内 运行了30余年芯片制造标准 转身建立新的王朝 那么什么是小芯片呢 小芯片 顾名思义 就是用多个小芯片封装在一起 用Dye to Die 裸片对裸片 内部互联技术 组成易构芯片 小芯片是芯片研发企业 针对于传统的SOC 所提出的一种新的芯片研发理念 SOC的定义将处理器 储存器 信号模块 电路模块 全都集中在同一芯片上 这种技术的优势 是功耗低 用料少 过去的30余年间 全球的半导体厂商 致力于通过提高 设计精度和制造工艺 让芯片性能表现更强 功耗更低 而小芯片却给出了另一种思路 通过将几颗更小的芯片封装在一起 并且通过内部互联技术 使其相互配合 达到完成单体芯片 所要完成的工作 由于小芯片的单体更小 每片晶圆的利用率对提高 从而降低成本 并且由于封装了多个小芯片 可以根据需要 进行灵活组装 从而降低功耗 针对小芯片联盟的成立 国外专家给出的解释是 SoC芯片已经陷入研发瓶颈期 芯片精密度越来越高 也意味着技术跨越 变得越来越难 尽管各大厂商奋起直追 但原本计划在2021年底 就上市的三纳米芯片 依旧一拖再拖遥遥无期 摩尔定律已经失效了 并且根据半导体技术研究机构 统计数据显示 在7纳米节点上 芯片的开发费用 约为2.97亿美元 而到了5纳米节点 芯片的研发费用 就已经达到了5.42亿美元 上涨了足足82% 未来3纳米如果依旧坚持 SoC技术 研发费用很可能超过10亿美元 因此技术变革的时机 已经到了 以前芯片封装被认为 没有芯片制造本身那么重要 技术要求也不高 但随着三星 英特尔和台积电 等全球顶级芯片制造商 寻求生产更强大的芯片 该领域已成为 他们的主要战场 到目前为止 半导体的发展主要集中在 如何将更多的晶体管 压缩到芯片上 一般来说 更多的晶体管 意味着更强的计算能力 但随着晶体管之间的距离 缩小到只有几个纳米 这种方法变得更具挑战性 导致一些人预测摩尔定律 即将终结 摩尔定律 假设芯片上的晶体管数量 每两年翻一番 因此 如何将不同功能和特性的 微型芯片 以最有效的方式封装 和堆叠在一起 已成为大多数芯片制造商 热衷攻破的关键领域 英特尔表示 当业界有越来越多人 使用基于小芯片构建的 模块化设计 就可以让产品架构 拥有相当程度的弹性 使产品自由混合搭配 因为这种方式 可将来自不同厂商的 制程技术汇聚在一起 要真正地利用 这种模块化架构的潜力 就需要一个开放式的生态系统 小芯片联盟的成立 很可能会改变 芯片行业的整体布局 传统SoC芯片 无法相互替换使用 而这也存在很大技术壁垒 没有办法进行互联 这就意味着 未来手机 电脑等终端厂商 必须要在SoC芯片和小芯片之间 做出二选一 而如果这些行业大佬 有意联合起来 制定了新的游戏规则 下游的终端企业 将别无选择 只有随波逐流 就在小芯片联盟推出的同时 全球首款3D封装处理器诞生 由台积电独家代工 台积电作为晶圆代工龙头企业 是全球最早量产 7纳米工艺的厂商 早在2018年4月 就开始通过7纳米生产芯片 此后台积电7纳米工艺 为全球数十家客户服务 生产芯片超过10亿颗 在这个过程中 台积电7纳米工艺 也让客户们获利颇多 比如AMD就依靠台积电的 7纳米工艺翻身了 还有联发科这两年 推出的处理器稳定性 也强了许多 甚至Intel都在找台积电代工 尽管现在台积电5纳米工艺 已经实现大规模生产 但7纳米工艺 依然占据着不可忽视的地位 现在台积电更是一举 突破7纳米工艺的极限 做出了一款集成度 超过600亿颗晶体管的芯片 包IPU处理器 日前 总部位于英国的AI芯片公司 Graphcore发布了一款 IPU产品包处理器 据官方介绍 这颗处理器与上代相比 性能提升40% 能耗比提升了16% 电源效率也提升16% 而台积电就是包IPU的代工厂 但这颗处理器性能的全面提升 并非采用了更先进的制程 而是采用了和上一代 IPU相同的台积电7纳米工艺 能够有如此大的提升 则是因为这颗处理器 采用了3D硅晶圆堆叠技术 从而实现了性能和能耗比的 全面提升 熟悉芯片行业的观众应该了解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 产业提供芯片性能 几乎都是采用一个简单粗暴的方法 那就是通过晶体管微缩 在同样的尺寸内 集成更多的晶体管 但是 随着工艺制程推进到10纳米以下 受限于材料的物理属性 这套运行了几十年的约定俗成规范 似乎已经失效 于是行业便将目光投向了封装 以求提升芯片性能的新方法 Graphcore在新芯片上采用的台积电3DWall 就是在这个背景下产生的 这是一种用于硅晶圆的3D堆叠形式 新技术可以使用硅通孔TSV 来连接两个硅片上的芯片 其作用类似于当今的3D NAND技术 但由于其芯片之间的距离小 台积电Wall技术可以直接连接两个裸片 让数据传输时间最短 从而制造出具有高水平性能 和更小的整体占地面积的硅片 作为全球首款采用台积电3DWall技术的芯片 证明了芯片性能的提升 并不一定要提升工艺 也可以升级封装技术 向先进封装转移 得益于台积电3DWall技术的加持 这颗处理器单个封装中的晶体管数量 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新高度 拥有超过600亿个晶体管 这是非常惊人的提升 官方介绍称 这颗处理器的变化是采用3D封装 晶体管的规模有所增加 算力和吞吐量均得到提升 其计算性能是上代的1.4倍 吞吐量从47.5TB提高到了65TB 从这颗处理器的升级可以看出 过去我们理论认为 芯片性能的提升 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工艺制成的进步 现在看来 其实也有新方向可以选择 随着工艺制成的不断升级 现在的技术已经越来越逼近物理极限了 摩尔定律逐渐失效 业界不得不通过寻找新的技术方向 去延续摩尔定律 而3D封装正是被业界广泛看好的方向 据Graphcore大中华局总裁卢涛介绍说 在经过深入评估之后 选择更先进的工艺 并不能像以前那样 获得大幅度的性能提升 而从成本收益角度看 也不划算 于是我们选择了 3D Wow作为芯片性能提升的新方法 正是得益于这个决定 使得我们新芯片 即使面积稍有上升 但成本与上一代比较相近 最终让我们可以以不变的价格 交付新的芯片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祝大家平安健康 别忘了点赞订阅 如果你有读到的见解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